在这个世界上,出色的球员很多,但真者能打出来的却很少,有的是因为自身不自律,例如安德森,有的是因为迷失,例如柏扬,这些球员或多或少都由于自身作死。 并不值得可惜,不过,有一种因为伤病的确诊是让球迷同心不已,原本意气风八的他们,却因为伤病一次次的倒在绿音场上,例如罗伊斯,如果没有伤病,小火箭可能已经接班梅罗了,作为德国对新一代的偶像机球员,小火箭无论是外星还是球技都深受球迷喜爱。 自从2009年转会门星以后,在门星的两年时间里,小火箭几乎是靠着一己之力帮助球队保击成功,甚至在2011-12赛季打出单赛季18个进球外加12次助攻的绝佳数据,帮助门星一跃成为当时得奖最大的黑马,以连赛第四的成绩获得欧冠资格。 要知道,在之前的一个赛季,门星仅仅可是一只宝极球队而已啊,凭借着在门星的出色表现。 2012年7月,罗伊斯作为乡川真斯的替代者,被大黄蜂多特蒙德招入麾巷。 在多特的前两个赛季,罗伊斯打出了世界级准,连续两个赛季进球和助攻上双,帮助球队在欧冠利亚黄马昂首出现的出色表现。 让他立押队友胡梅尔斯,莱邦等众多世界级球星,当选德甲最佳球员和德国足球先生。 正当所有人以为罗伊斯可能成为梅罗之后又一位传奇球星的时候,伤病找上了他。 整个十四、十五赛季,小火箭缺席了大部分比赛,整个赛季仅仅贡献十一球六注,一五到一六赛季,好不容易生育的他随即将进球数据提升到二十三个,但在一七到一把赛季,伤病再次上门。 这个赛季,他在各小联赛仅仅出场十五次,但依然混陷了七个进球,并帮助球队夺得了德国杯冠军,二零一八到一九赛季,经历了多次伤病的罗伊斯再次请航。 赛季首演就在课场用一力决杀进球帮助球队晋级德国杯第二轮,德甲联赛首秀更是惊艳,在对阵净率来比西红牛的比赛中,不是阶段。 他飞速检查至小禁区,接队有桑桥的支塞,云丹风轻的推射球门员脚破门得手,帮助球队四比一大胜对手,迎来开门红,从二零零九年在门星打进德甲手球,到二零一八年在多特打进德甲摆球,罗伊斯整整花了九年的时间。 是伤病,让这位本来可以接班梅罗的超级巨星,直到现在才完成这项成就,希望伤病这位恶魔能够人远点。 毕竟,二十九岁的罗伊斯,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证明自己了。 年轻人员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